要把焦点看到太空吗 太空大战各国 尤其是中国大陆最近的崛起之后 给了美国非常大的压力 最新长额6号成功 已经在月球的背面降落了 他们的形容词叫做 即将在这个月宫的背面做 禅宫挖宝 那当然这个所谓的挖宝 是降落到这个月球背面 是人类的史上的一个记录 虽然上次有曾经软着陆过 但这一次将采取比较长的时间 用来作为背面 月球背面这个岩石的采样 还有各种的迹象的探勘 之后才返回地球任务 2019年曾经做过的这个 软着陆之外 进阶的这个做法 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大家讨论都很多 嫦娥6号对于全人类吧 已经不是单一的国家的影响 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进展 欧洲也非常乐见 为什么这一次算是 中欧一起合作的 嫦娥登月令人兴奋 德通社是泽国之声是这样分析的 嫦娥6号带了很多台 来自于欧洲的科学研究设备 科学家对此任务寄予厚望 希望把人类文明 很多不知道的地方 关于月球 甚至有其他的太空发展的可能性 在月球这里 找到一些人类所未知的答案 而影席月 韩国也发好语了 她说韩国我们也要 2032年我们要去月球 2045年要登陆火星 这个是她在出席宇宙航空厅开庭仪式讲的 这个办法有没有做到 真的可以引领韩国的 太空开发的领域到前段搬去吗 因为规划的金额是很高的 2027年把航太预算 扩大到1.5兆韩元以上 航太领域要100兆以上 这样的规模 这是2045年才能做到 培养1000家航太企业 但说真的 太空竞争也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钱恐怕也是背锤车信永远不够的 所以当世界首颗的木头制的卫星要上到太空去 这是什么呢 日本人研究发明才10公分小 它是很小的一颗木制的卫星 也说全人类第一次做这么小的木头做的卫星 这个叫Lynostar 预计要在9月要上太空 那当然是跟着美国的火箭先上了太空之后 回来的时候回传资讯之后 它可以因为是木头制的关系 直接被高温所分解 就不会担心有落下各种的残留物 影响到地球的研究的关系 那当然这个还有很多考验 包括温差 强度韧性 有没有办法承受 但太空领域真的是要有一定的国家的能力 跟资源产生到 民间百亿富翁 他也做了 这是日本人 他说登月计划确定取消 这个照片是 看起来不是在101号 它是在哪里 它是在外太空 坐在火箭舱里面 背景就是地球的外面的表 这个太空的画面 这张照片一登的时候 当时引起好多日本的粉丝的追随 因为这位是日本知名的服饰电商 Zozo Town的创办人 这个创办人就很在乎这个太空计划 很有钱 所以还花了巨款跟SpaceX合作 自己上过太空去玩之后 还说要跟SpaceX合作 叫做太空船Starship要研发 预计2023年过了 要带八位各国艺术家 去做绕月的行动 结果因为没办法做到就取消了 当然其实花了还是很多的钱跟经费 所以在太空进竹这一块 很多的专业的科技在里头 例如美国波音的星际飞机 也是一个重要美国的很关键的技术 却发生第四度延期 它不止平常的民航机出问题 连波音太空船的星际飞机 都出现不明的技术原因 首次的载人飞行今天又喊停了 这是6月2号发生的事情 发射任务至少还要再延后24小时 所以是在倒数不到4分钟的时候停止的 发生什么机械的问题呢 不知道现在这个接下来观察说 有没有办法再顺利重新启动的时候 再来升空发动 而波音的民间一样 飞机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6项品质监督标准都不合格的情况之下 737MAX出了那么多问题在全球 现在已经被说美国联邦航空局表明了 通通都不准再继续增产量产 那甚至最大的工厂还传出恐慌模式 怎么说因为机械师描述 公司手忙脚乱只急着要去灭火 把乘客担心你公司飞机安全的这个问题去解决 所以以至于没有人去关注787型飞机生产线 还有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 那波音他还是会讲说 波音啊你必须看着镜子说我们错了 那怎么针对这些关键的巨大缺陷去做改变 他说内部没有太多人关注 只关注舆论灭火 问题是安全没有办法维持怎么办呢 所以司法部美国司法部这里接见了空难死者 一共有40几40名的死者家属 5月31号到华盛顿去澄清 他说要求要起诉波音 因为这当中的安全关键因素 没有办法获得解决 所以不只是民航还有太空 在美国关键依赖的波音 现在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看看亮哥跟中国大陆比起来 这个镜子的脚步 还有这个投入的资源进展 真的差很多 不过这个场合6号 因为他是在月球背面 如果他能够跟地球做正常的通讯 那这种技术是人类从未用过 一大步 因为他不是正面联系 他还要绕过去 所以他还有一个装置 让他可以收到讯号 而且他要待53天 那要取回当地的月长 就是当地的土壤的样本 所以美国就很紧张 因为不知道会挖到什么东西 当然美国不用担心说 人家去破你的局 说你好像没有登月 这个倒不至于 1969年我是欺验看的 不过就是说他 他会带回来什么材料 你不知道 是不可知 对 而且 因为很多人盛传说 月球上面可能有一些稀土 那也在地球是非常贵的 然后在月球是很普遍的 那也有一些稀有的气体 那他一定会采样回来 那美国谁叫你那个 沃尔夫那个条款 你自己不删掉 你就是不能跟中国合作 对 结果这次有欧洲人去 对 我坦白讲都要花蛮多钱的 阿联酋也有 我记得阿联酋是花了6亿美元 顺风社区方便多了 对 那美国 美国NASA估计 他如果要重新启动登月计划 大概要花 这差不多200到300亿美元 那美国是算还有一点基础的 所以你习悦这个不在说什么 所以要说他大话 不要讲他大话了 因为我刚刚帮他算了一下 1.5兆韩元是多少美元 你知道吗 不到11亿 我正在想 不到11亿 可以 就是10点多了 10点多亿美元 那韩国你又没有这种基础 美国是登路过月球 姑且信以为真 而且已经结束很久 50年了 可是他还是不断的 在摊肝火星等等 美国都认为他要登月计划 还大概要花个两三百亿美元 你韩国一年只要10多亿 到了2045年100兆韩元 我算了一算 大概是六十几亿 六十几亿的美金 你这样就登了上去 还要去火星 还火星 这个是不是跟金正恩说 他要登陆太阳差不多 就是他还有火星 而且他还没到他就卸任 反正以后跟蔡英文一样 不关我的事 我难以想象 我现在韩国人 大概没有人相信 不过他会 因为这样发展出一些 航太企业 当然是有可能 但是这样的培养 金额是非常巨额的 有办法做到吗 像这个长额六号 就是一个跨人类文明的 重大的一步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重大陆长额六号 今天已经登陆到了 月球的背面 这是人类文明 很独特的一刻 可是韩国蛮寒 我们也要2032登月 2045要登火星 朱老师 我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韩国最近 它其实在2022年 它发射了这个火箭 那它是全球 它是全球第七个 自己研发火箭 自己发射出去的这个 就是它的火箭科技 全部来自于自己 然后它也成功地 发射出去第七个国家 前面也有这个 美国 法国 中国大陆 这个美国 法国 俄国 中国大陆 印度 日本 所以它是第七个 那我觉得其实看来 蛮感慨的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每年 它的经费 大概都是四五亿美金 也就是台币 大概120 150之间 台币120到150亿之间的经费 那但是我们呢 我们投入了 我们投入这么多 我们的经费 我觉得做一个类比好了 我们的绿能产业 按照这个 我们政府的预算里头 所看得到 从106年到111年 我们每一年投入 大概是160亿台币 就是跟 比韩国这个投入 太空经费 还要再多一些 那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 马上就来了嘛 就是说人家投入 您是说绿能吗 得到了停电啊 台湾我们投入这么多经费 投入在绿能之后 我们台湾得到 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成果 现在在讲所谓的 那个 风力发电 那个大的那个奖 那个发电的那个奖 就是它的那个设备 要国产化 还在谈国产化 然后还在 根据这个标准去选择 我们厂商 到现在还在这一个阶段 但是人家用了这个 同样的经费 人家发展出来 他们太空产业 第七个可以自己发展 自己相信他真的有办法这个清费发展 我觉得不管如何 他们成功发射出去 这已经 不要说以后了 他们现在2020年 他们已经成功发射出去了 他们跟我们的太空产业 是差不多同步发生的 同步进入的 而且美国对他们 当然也是有限制 那最近才比较 开放宽它的限制 原来限制是说 你的这个射程 你的发射器的射程 它有一定的这个上限 那最近 因为北韩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 它开始放松 但整体来讲 它有这个远景不说 它有做到一定的成果 那我觉得我们看到别人发展 我们其实也可以想想自己 台湾以前 我们跟他们同时起步 这个太空产业 但我们现在没有自己 发射的这个火箭 没有自己本土研发的火箭了 那同时 我们其实在同一时间 我们政府最骄傲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绿能产业 结果绿能产业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本土的这个产业 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认为台湾的产业也有成功的地方 比较我们的半导体 可是我们其实 尤其是民党政府 我认为有一个盲点 就是太过自满 总是觉得 他们的产业政策发展得很成功 我们的半导体 全世界都要靠我们 因为我们有半导体 中共都不敢打过来 我认为这种自满跟骄傲 其实往往就种下了这个失败 跟这个就是不足的这个果 恶果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值得 我们大家看到南韩应该要警惕的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国纳入的长额六号 正式登陆到了月球的背面 那要采集的很多的资讯 是跟欧洲人一起合作的 渊老师怎么看呢 感觉好多名词都好熟悉 好有亲切感 我告诉大家 这个月亮的背面 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现象 因为有一个名词 我最近跟我学生 物理系学生学的 叫做潮系锁定 就是说我们永远看不到它的背面 不可能看到它的背面 就是不晓得为什么 很多人的话 我们常常在聊 但是我现在讲长额四号 就已经到了月亮背面 然后长额五号在月亮的正面 如果说背面叫负面的话 正面已经挖取了很多的重要的泥土 这一次的话 就是要长额六号 要到背面去挖取泥土回来 待的时间非常长 那么当然引发的遐想非常多 大家就是问到说 月亮如果说是没有任何的 这种风吹雨打的话 能让美国原来1969年 登月的迹象在哪里 这大家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基本上不是什么特别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登月这件事情 它具有国防 因为你在月亮的话 你让这个导弹下来 那还得了 对不对 然后另外还有经济 刚刚亮哥提到了 你挖那个土当中 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材料 这个材料介绍科学发展非常重要 还有第三个重要性的话 就是实际上科技的证明